大家好,我是菊藏,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歌,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。 上学期间,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有被书本划伤手指的经历,单薄柔软的纸片居然能划伤人体,这时为什么呢? 有位老外为了测试纸片的锋利程度,特意进行了实验,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 这位外国小哥首先将A4纸切割成圆形,安装在手持切割机上,首先对纸箱板进行测试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纸片切割机轻松地将硬纸板切出一道5厘米的切口,切口也非常平滑,之后这位小哥也对铅笔进行了试验,过程依然很顺利,就连瓶盖这种硬塑料材质的物品也能锯开,甚至再厚一点的塑料水管也能锯开,木质材料也能轻松应对,大概手臂粗的木棒,切割机也能缓缓切入,将其整齐到锯成两段,最后小哥更是拿出一只椰子。 当纸片切割机靠近后,椰子坚硬的外壳如同脆骨拉朽一般被轻易切开,这是因为当纸片受力均匀时,并不会轻易弯舌,而切割机带来的强大功能可以使其无间木催。 当然以后面对纸质物品,一定要小心呀,小伙伴们觉得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好啦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,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,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,我们下期再见。